大家好,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今日大年初遇,恭喜大家 苦苦心威,萬苦出生,新農護虎,魚虎添翼 苦氣沖天,總之苦苦苦苦,借英文苦苦苦苦 阿常滿,阿常滿 沒錯,歡迎回來Arts in Facts 我是Helena,電話Channel的編輯 我是Bosco,ArteLeta的創辦人 上集,我們分享了一些關於被稱為Sleeper的滄海為主 當中,以呂守昆、劉國松、周六雲等人為例 為大家看了一些成交價 有趣發現,他們的作品竟然出現過一些非常低的股價 不過,不是說他們作品不值錢 而是可能去到國外 或者被送去小拍賣行的時候,看漏眼 當然,有人看漏眼,就會有側漏的機會 有興趣以後錯過了的,記得看我們的影片 好了,Bosco,苦年的第一集 你又準備和大家分享些甚麼呢? 苦年的第一集,不如分享三大簡話的條件 讓大家苦年買到心頭如意號 轉售賺個盆滿盆滿 第一,大虎送你精神好 二虎送你靚珠寶 三虎送你無煩惱 有齊這三虎,就很難不走運了 那麼厲害,那究竟這三虎,大虎、二虎、三虎是代表甚麼呢? 大虎送你精神好,甚麼意思呢? 就是簡話一定要選個狀態好的 同一樣作品,如果狀態不好,可以有多大落差呢? 2020年3月4日,紐約街市場拍賣了 畫面中這張作品,股價是4000至6000美金 最後連用金是以8750美金成交 2020年這張作品的市價大約是13000至15000美金 為何相差這麼大金額呢? 原來就是這張作品的左上角 嘩口拼了一小節 因為這個狀態差少少,價格自然就不及 完整無缺那麼好 你知不知道這張作品完好的版本最近多少錢成交? 在2022年1月19日,Filius拍賣股價7000至9000美金 最後連用金是21420美金成交 所以說,選畫一定要選狀態好 差一點點都不可以 千萬不要張袖,這樣才可以捕捉這個勝負 崩了角就8750美金 如果完整的就21420美金 都差了差不多一萬元的美金 記得你之前也有分享過Jeff Queen的一隻天鵝雕塑 但斷了臂,價值由原價136000多港元 打了75% 變回3萬多元出售,挺誇張的 好,到達了 怡婦送你漂亮珠寶 珠寶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罕有 而且可能你會說,誰都知道媽媽是女人 但這一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在藝術品面前會突然之間忘記 當一張價值10萬元的作品 而且不罕有,因為有競爭對手 你一直追價,追追追追追追追到20萬成交 買到心頭好,但買得太貴了 例如2022年1月19日 Filius拍賣了Benzy的Love is in the air 股價是5萬至7萬英鎊 最後連佣金是以10萬0800英鎊成交 這個版本是500版,無簽名的版本 即是最普通的改種 一點都不罕有 對上一次有拍賣的是2021年11月4日 是倫敦的蘇富比 以股價6萬至8萬英鎊拍賣 最後連佣佣金是以81900英鎊成交 新買家明顯就買貴了 不過也不算最誇張 最誇張的是2021年3月18日 蘇富比拍賣的這張股價是5萬至7萬英鎊 最後連佣佣金是214200英鎊成交 這張畫面裏有簽名 而且是AP版本 因為全球只有27張 最高曾經試過以68萬7500美金成交 只及大約50萬英鎊 所以祝你 今年虎年能夠找到如珠如寶 一樣那麼罕有的藝術品 一定不會買錯了 這些都是好講心理戰 雖然都說千金難買心頭好 但如果課投資的話 都要沉得住氣 譬如說好似你這樣說 設一個阿媽給自己 過了條界 不如下一個就更精彩了 沒錯 去到三虎送你無煩惱 所以無煩惱就要選一個有清晰來源的藝術品 所謂清晰來源 最好當然就能夠找到藝術品 離開藝術家開始那一刻的記錄 最好就是由過去有沒有一些私收記錄 何時出售過 何時出售和賣給誰 即是所謂的一個全城有罪 有很多藝術品如果拍賣的時候沒有賣價 記錄都會在拍賣行的官方網站刪除了 如果藝術品有貴這些記錄 可以視為市場對這張作品的需求反映 就算你現在能夠以低過預期的價格收藏過來 這些數據可能反映了未來 有幾大可能可以成功以高價出售 如果作品的需求持續穩步上升 而且升幅顯著的話 反映市場學球 這張作品未來想轉售有盈利的機會大大增加 你剛剛提及 拍賣行未必會公開透露賣家是誰 可能只是在圖冊打壓私人收藏 其實這個影響又大不大呢 其實都不是很大 最重要是它賣得出 所以有齊 剛才說過這三虎 當你簡話的時候有這三虎提理把關的話 虎連一定行運一條虎 成李貴然先幫他們 多謝Bosco來今集的精彩分享 在這裏祝大家苦年大豐壽 不過最緊要就是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我們下次見 大家可以看見